朝阳刚看出头 依稀可以听见打几个小人头的声音 传遍槟城捏绕节的观音亭 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观音亭五爷庙声名远播 甚至有泰国的信众远道而来 就为了在这一天能够打小人消灾 至于在众多小人当中 平日最容易闹出口舌是非的公司同事 被最多人选为打小人的首选对象 自从做公开直到现在我就有来拜了 主要目的是拜小人去小人工作比较顺利 有贵人相助 每一年开举巴正月十六 今天是十六 然后开举巴的时间是不一样 每一年不一样 今年是早上九点到盘望 所以我们就来 不过打小人也不是说打就打 民众必须准备肥猪肉 肉干以及鸭蛋的供品 据说这样拜祭才最有效果 在观音亭协助民众打小人 有十多年经验的黄先生表示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因此打小人能够让心情更加安定 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令理学家则认为 其实打小人并不是诅咒他人 而是希望借此让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变得更加和谐以及团结 在新的一年讨个心安理得 脚踏实地 听起来 听起来